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本土疫情还在延烧 就怕春节廉假期间会扩大 台北市政府在今天早上宣布 从明天开始 也就是大年初一 电影院一律禁止饮食 但是仍然可以贩卖食物 消息一出 马上引发了部分业者的反弹 质疑不进餐厅内用 却对影城下手 还选在除夕公布 有种被突袭的感觉 过年党期恐怕会损失惨重 在与业者协调之后 台北市政府最后决定 禁止饮食改成柔性劝导 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 要在影城这个影厅外空旷的地区 把食物吃完了再进去 不要边看边吃 影院过年党期强强棍 年假期间总吸引满满人潮 但本土疫情在起 就怕成了防疫破口 台北市第一部先进电影院 初一开始影厅内禁止饮食 但贩卖部仍可营运 只是春节商机大 是否选在除夕突袭电影院 引发部分业者反弹 也有其他业者透露 损失的确不小 不管是票房或者是餐饮收入来说 是非常的不理想 电票来说的话 初估至少掉五成以上 这到明明下来 电影院整个廉价至少损失近百万 尤其电影票 饮料爆米花常常一起贩售 这些套票亏损 业者只能自己吞 已经订套票的库客 我们明日会协助全额退款 我觉得如果要规定的话 就要具体一点 灰色地带这样子也是蛮奇怪的 到底是不是强制禁止 边吃边看电影 民众也无所适从 在各方压力下 背试政策做修正 下午三点紧急通知业者 从影厅禁止饮食 改柔性劝导不强制 不会定罚则 可以卖吃的 但建议在影厅外空旷地区使用 也强调这并非警戒升级 还不算是2.5级 目前的疫情警戒人为升级 维持在2级 在人数进场的限制部分 没有限制 防疫升级却没给宣导期 除夕宣布除处上路 党过年裁路 防疫经济如何兼顾 是否在两者间持续拉举 谢谢旅行 黄成博台北报道